现在我们来为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如果气压太高 酒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看现在我们目前的气压是在20 超过了20 正常的气压是5 就只要调节到5就好了 现在我们超过了20 然后我们现在为大家展示一下 气压太高出来的啤酒会是什么样子 哇很多泡沫 哇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泡沫很多很多 那然后呢我们现在就为大家展示一下 怎么样来调节气压 如果气压高 怎么样把我们气压调低 好我们现在又重新开始了 我们就把这个气罐拿出来 然后把这个灰色的拔掉 然后这个纸环往上 这个放回去的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纸环要放回槽内 你看一定不能出来像这样子 你看要是像这样子的话 所有的气都会出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回去 好了现在建议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怎么样把这个调低 然后这个手呢 要按进这边 然后顺时 逆时针 我们现在一定要逆时针呢 逆时针往回转 转到五 OK 现在我们就是到五了 对 现在的气压就是最好的 就是一定要调到这个气压 出来的久才是最好的